实际上有同学从学校毕业以后就有成立的校友会 但是那个叫做业余的校友会 联谊了以后我们觉得说 如果我们像台大校友会 北英女校友会这么大的话 我们也许会有一些力量可以帮助学校很多事情 校友会是民国75年成立 然后81年正式立案 现在校友会已经34年 然后学校已经60年一家子 那校友也有超过一万人 过去那个校友会大姐们 她做的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成绩校长奖学金 因为那时候我们觉得就是说 不一定要说顶尖的学院成绩 但是你的就是至少你要让同学认为说 你是一个很热心服务的人 成绩校长实际上她是一个非常无私的人 就是我们应该多个鼓励 我们的小学妹们能够往这个方向走 把她的精神传承下去 以前哪有什么PU跑道 以前我们还要劳动服务在那边拔草 你记不记得 对啊 对啊 我们的童军还在那个草上面催事 在那个做童军课 很不错 这圆环是跟以前差不多的老师 以前升旗的时候 老师师长就站在前面 我们就站在这里啊 一个班一个班就站着这样子啊 全校就这样子啊 那个就是升旗台啊 以前就是这样子啊 对对对对 站站在讲话啊 就站在那里 然后我们就一个班一个班就这样子站 我们学校暑假其实就有小孩回来有成长 对 那我们是不是要来让我们的那个校友 有机会可以再回学校 体验这个校园生活 如果我们校友会办了成长营 你就可以拿着行李拉回 然后住进宿舍里面 名正言顺的进到校园 而且因此让各界的校友 能够有一个认识交流的机会 我觉得相当不错 校友会是一个很好的桥梁 有比较多的沟通的机会 每一个世代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大姐她们有很多事情可以 可以教我们 可以传给我们 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值得继续下去的 虽然当初初一进来的时候 觉得很害怕 人生地不熟 可是进来了以后 我很高兴就是成为为你的一份子 就你结识这些同学 又就变一辈子的好姐妹 然后即使到现在我们都过了半百 我们还是很幸福的在这个家园 然后就随时见面就是很开心的聊 分享 然后说一起去做什么 所以你永远在这里可以实现很多的梦 希望再下去的话就是尽量就是能够说 能够有更新的 校友能够参与 就是把一些新的东西带到校友会来 不同世代不同想法 可是在一些实物上或者是生活上 甚至是工作上去做一些交流或火花 我觉得这是对卫理的一个回馈吧 从前大姐她们所打下的基础 人脉这些事情 再从我们可以开始做一些 一个校友会像一个平台一样 那这样子的话 大家在很多的事情上面 就会有交流 那让校友会真正可以发挥到 我们大家其实不认识 但我们都是卫理人 我们大家的最大公司就是都很爱慰 我觉得在这些特质上面 都是可以让我们校友之间 有很强很好临结的那个动力 我们觉得都是应该借由校友会 这个组织 就是有机会看可不可以把大家聚集在一起 如果说有一些新的想法进来的话 我觉得这个是会让我们校友会会更着障 那校友会着障我们学校也会更好 大家那边请 zap些小朋友 我还是不想我 不想我 有点误讯